人类创造文明之前,艺术早已无所不在。 挥捏土烧成瓶罐,可以用来装水煮东西吃,好棒棒了吧? 可就有人觉得,如果刻上一些花纹,好像比较好看。 大家围住萤火取暖,就有人觉得无聊,摇头晃脑手舞足蹈。 于是大家跟着动起来,嘴里发出各种节奏声音,好不快乐。 有人辛苦磨石头制作,长毛要猎野猪吃。 可就是有人吃饱没事干,到处找可以发出各种声音的东西。 等大家吃完野猪的时候,再搞这种会发出不同音调的咚咚,让大家更害。 这个用两只脚走动的,长得像猴子的动物。 它们会动脑筋让生活变得更美好,更有趣。 人类的文明,就是这样世世代代,欲求不满的人类,给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。 即千年以来,各种记忆领域之中,总是会有那种奇特的人拥有特殊的天赋,具有狂烈热情。 费禽忘食,日以继夜,不断地练习再练习,精益求精。 想要做得更好,更美,更让人深深感动。 于是,今天你看到了各种美不胜收的建筑,绘画,雕刻。 吃到各种美食料理,听到各种美妙的音乐,歌声。 看到各种绝美的舞蹈,让你感动落泪。 好吧,我这位画室老板,就跟那位艺术大学退休教授缩白了吧。 艺术,不只是脑中的哲学思辨。 艺术,它就是追求卓越的记忆之术,就是神乎奇迹之术。 它就是会令人感动,赞叹,发人深省并回味无穷之术。 艺术,没你想的纳摩玄。 但也绝不是你这种,以艺术知名来嘲笑别人,只有技巧的教授所可以理解的。